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妹 今天表妹给大家带来几个好玩的道具实用方法 第一个就是教你如何变成小狐妖 首先怎么要戴上这个狐狸面具 适当的给它调大一些 把位置给它调正 把面具往后移 再把面具的鼻子对准我们自己的鼻子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像一个正在修炼的小狐妖呢 然后在道具左手里面打开一个搅拌器 把动作给取消 调整位置把它调到前面来 然后我们开始调整 把它变大调扁 这样看着像不像一个武器 然后呢我们给它换一个颜色 往后移 把它移到小狐妖的身后 最后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好看呢 第二个就是带着翅膀的马 首先呢咱们把小女孩给叫过来 打开菜单 在爵士编辑里面 咱们把小女孩的引擎 不可见人物 然后把翅膀给勾出来 在地上放一个蒲团 然后切换小女孩坐上去 坐上去之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翅膀给变大一些 然后打开角色编辑 往下滑滑到最后 点击材料位子 点击加号可以改变翅膀的颜色 诶 这个红白还不错 切换男主 让小女孩跟着你 我们去骑上白马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小女孩离得比较远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调整一下小女孩的位置 让她往前移 一直往下调 现在你就可以拥有一匹 带着翅膀的酷炫飞马了 3 教大家复制人物 首先呢 表妹穿着仁泽服 去找穿着武士服的男主 咱们跟男主牵手 先点击右上角的分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分出了两对人物 直到呢 右边出现交谈的两个字 我们呢 就点击交谈 点击牵手 再点击分身 又出来一对人物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一直重复 以上的操作 小伙伴们 复制人物是不是超级简单呀 学费的小可爱 别忘记在评论区中留言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咯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